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谭牧师 这个来因河大瀑布真的很壮观 对啊 路牧师 这次我们来讲宗教改革 在德国讲才对 为什么来到瑞士呢 1517年 马丁路德在威登堡 发动了宗教改革运动 升升之火 不断的蔓延扩大 很快就在欧洲很多地方 都在发展 包括在瑞士 法国 荷兰 和苏格兰 所以我们这次来瑞士 特别是要了解在瑞士这些树 宗教改革的情况 嗯 明白了 宗教改革运动 最重要是有三个人物 除了在德国的马丁路德之外 另一个就是瑞士苏黎世的慈雲里 和一个在法国的加尔文 但加尔文后来也都来了瑞士 现在就来到慈雲里这个广场了 你看 这个就是他的雕像 老牧师既然来到了 说些有关慈雲里的东西 给我们听一下 好啊 慈雲里就是1484年的时候 在瑞士山谷里面的农民家庭出生 但1506年 他已经是拿到巴西大学的文学碩士 同年9月还被教廷任命 他做康士坦之教区的神父 很年轻而已 不过读了不太多神学 但后来有十年 他就在其中两个城镇做神父 在那段时间 他就很用心地研究 希腊文 希伯来文的圣经 在他的书房里面有三百本书 当时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数目 而在那里 他研究古典文学 教父学 经院哲学等等 所以那段时间 他有很好的学习 而当年 瑞士人很多在欧洲 是做僱傭兵 慈雲里就非常反对 因此 他就卷入了政治 而他有好几年 是做了徐军的神父 参加过很多场战争 而在1518年 他就来了苏黎世 在这里 做苏黎世大教堂的神父